把一个网站的名称叫第一个APP的压缩档 原来的这个资料夹在这里 这个是他的网站 网站其实就是一个资料夹 压缩成一个ZIP档 那再传到哪里呢 传到那个PhoneGave上面去 他会帮我们怎么样 把ZIP转成什么 转成APK APK APK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Android的安装 安装程式 他的副档名就是 这个档名点APK 那因为那个他会自动产生一个QR Code 所以你一照相 他就会把这个APK下载到你手机里 那你如果把他打开之后的话 就可以安装 那如果说你位置来源没打勾的话 他就没办法安装 但是你打勾 他就自动帮你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的话 会在哪里呢 会在你的那个程式集里面 就可以看到什么呢 第一个APP 这个那一打开之后 其实就可以弄了 上个礼拜主要是做几个Page 总共做 有三个页面 那我们在三个页面之间可以互相切换 如果你有做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这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特别注意上个礼拜的部分 这是一个资料夹 那我们的工具的话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Dreamweaver的这个程式 所以Dreamweaver 6 一定是要6以后的版本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想要上个礼拜的部分 要再做重新编辑的话 比如说你做完之后 还想要再改一些效果的话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呢 透过开启网站的方式 再把它开起来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下一个范例 是那个102的一个范例 比如上个礼拜的 因为我这一台没有还原 所以我的网站也还会在这里 那如果要开启上礼拜的部分的话 直接点两下 那这个页面就出来了 第一页的页首 第二页的页首 第三页的页首 那分别连接到 比如说第一页就连到二三页嘛 第二页就连一到三 一三页对不对 那你要浏览的话 就在什么呢 预览于什么 Chrome 所以我们现在电脑 不知道有没有Chrome 如果没有Chrome的话 请各位装一下 有了 如果因为Chrome的话 算是现在浏览器里面 我觉得使用的次数 我觉得是比较多的 因为IE其实没有那么好用 那我们上礼拜做的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第一页没有做出来 这第一页第一页的页首跟页尾 所以你会发现 他做出来出现的画面就类似这样 那这边我是做什么 做项目符号 可是如果你项目符号希望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按钮的话 有没有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项目符号 如果你要变按钮 基本上呢 我上次有没有讲过吗 有没有放第二页这上发 有没有 然后呢 找到这边有一个叫 所谓的标签 有没有 标签 检视窗 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 JQuery Mobile 特别注意哦 如果点这个地方之后 有没有 有没有放上去之后 记得啊 找这个位置 然后有个JQuery Mobile 他会把JQuery Mobile 里面的相关的一些样式 就放在这里 那基本上我们如果要把一个项目 变成一个按钮的话 比较符合手机操作 因为你那小小的手指头 又不是那个滑鼠箭头 滑鼠箭头尖尖的点得到 对不对 但是你手指头这么大一个 你要把它改成一个按钮 那变的按钮非常简单 已经有一点大的 颜色下旁边 香港人 不会想感觉 这个阶段 一定是一个封价